早晨,今天是2024年2月6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這些開市直擊 今早我們有博威環球證券金融首席分析師聶鎮邦 和我譚海運陪你一起開市 聶Sir,今早大使有甚麼焦點? 361度發了營起 也會看看體育用品股 另外也會留意到鮑威爾再有一些言論 到底會否左右到美股的表現? 一會兒會談談 觀眾朋友,如果你有投資方面有問題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內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向下,道指最多曾經跌超過300點 原儲局主席鮑威爾重申 不太可能在3月減息,三大指數低開 道指最多曾經跌434點 收市跌幅收窄到274點 收報38380點 納指跌31點 收報15597點 邀指債跌15點 收報4942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反彈0.2% 歐洲股市普遍要向下 一齊看看焦點美股 科技股方面 蘋果反彈1% Meta上日急升兩成後 昨日有3%的回套 Tesla一度最多跌6% 曾經跌穿180美元 收市跌幅收窄到3% NVIDIA再破頂 昨日升超過4% 突破690美元 AMD要跌近2% 麥當勞公布第四季收入 增長差過市場預期 主要受到中東局勢影響 股價要跌3% 而以月託證券形式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星期三公布業績的阿里巴巴ADR比本港收市高出3% 折合72.97元 騰訊和美團比本港收市高不足1% 匯控、健康和港交所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一起看看亞太區外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早段要跌過200點 最新跌205點 日經平均指數最新36,148點 首爾綜合指數也要向下 跌20點 適離普通股指數和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 最新的方向都是向下 看新加坡交易港股黑期 最新的情況是現在升近70點左右 恆指到15,500點左右的水平 稍後對原本會繼續和大家跟進 和Thomas聊聊美股的市況 昨天是有一個向下的情況 好像美股終於適結 在大使上 其實昨天的焦點是在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他接受CBS的60分鐘時事節目訪問時說 聯儲局希望見到更多的經濟數據 去確保通脹可以持續地回落到實現2%的目標 相信不太可能在3月意識的時候 相信是看指標3月意識的時候 通脹達到水平的機會就不高 美債息在他的言論說出之後 就持續走高 曾經是升穿4.1厘 美匯指數也突破104關 昨天有一個回吐的情況 首先第一就是你怎麼看 市場對鮑威爾的言論的反應 其實他跟上次意識會議的記者會 當人們問到他的時候 他說的話都是差不多 但他一再說的時候又會跌下來 你覺得是一個什麼因素的影響? 來吧 Thomas 其實會留意到上一次發表的言論 債息的表現相對沒有那麼敏感 但今次再次重新的看法 某程度上市場意識到 3月是沒有可能進入減息週期 所以在債市中已經反映到這個狀況 於是令到導指 令到美股產生一個回調狀況 我想最主要來說 都是因為預期貸款成本 就繼續是高期 變成了企業的融資 可能會有一個推遲的狀況 暫時來說 市場預期最快要去到5月才是降息 但按照剛才鮑威爾的言論 對於通脹要下去 2%的立場是比較堅定的 所以未來的方向 都要留意著美國的CPI的走向 如果繼續朝著4%的走向來發展的時候 就不排除可能不止5月是不能夠去減息 甚或是要再進一步去推後 這個某程度上 對於美股的表現 也會有一個冷卻的狀況 是的 看到昨天就是 當它在意識會議說到 3月的減息機會不大之後 其實看到債息升 以及美元又升了 你覺得這兩個背景之下 對美股後市會不會有拖累 還是資金都持續喜歡美股市場 指數有機會會再創新高 其實我覺得回落的機會 相對上會比較高 因為始終不是一時三刻升上來 由去年12月開始時 已經看到表現是不錯的 至今起碼已經升了兩個月的狀況 所以稍為有一些無禁理想的消息出現 都會產生一些獲利盤 從而會有一個回吐的壓力 而且一般來說 一月的交投會比較回弱 傾向上來說 二月的交投會逐步減少 三月亦有累近的情況 後續來說 可能傾向四月之後的時候 有機會交投會稍為變得回弱 因為最主要是四月的時候 就會公佈美國的上年全年的GDP增長 所以相對上來說大家可能會看得緊 除了一個全年的CPI 亦會看回第一季的增長表現 如果第一季可以延續到 上年第四季的表現的時候 傾向上來說 這個走勢就會比較強 否則來說 如果CPI也是出現一個回落的狀況 變成有機會 可能美股的跌勢 就會延續到進入減息週期的時候 才開始有一個回升的狀況 我們先看看上年港股的走勢 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昨天是向下的 昨天低開196點 午後一度到升136點 臨近尾市再度由升轉跌 收市跌23點 收報15510點 科指和國指都一度跌轉升 不過收市再次向下 科指收市跌5點 國指收市未跌1點 美團建議2019年低位後反彈 收市亦市升2% 阿里巴巴業績前很淡增持 收市未跌5先 大使全日成交947億 北水轉為正流入 昨天的金額有39億 主要是流入指數ETF為主 正流入最多的是盈付基金33億7千萬 恆生國指ETF有5億 中電信和中海游分別有超過1億 北水正流入 正流出最多的是騰訊 有2億2千萬 美團有1億5千萬 小米有1億4千萬 大使昨天先跌後升 不過高位時一度上過10天線 但未能站穩收市 中證監昨天叫做罕有地再出口術 因為他在交易時段發表一些言論 中證監在五後發文時說到 會防範股票質額的風險 引導勸商等機構增加平倉線的彈性 促進市場平穩運行 A股是一度倒升的 但尾段反覆回落 上證綜合指數收市是6年跌的 港股近日也很受到A股的影響 上證綜指昨天再破底 11點左右 也看到2635點 就是進一步的低位 港股昨天也向下 但見到美市跌幅大為收窄 以及看恒指的圖 其實昨天就出了一支揚足 後市的走勢你會怎樣看呢 會不會衷勁內地持續有一些真正的政策 或者有後風出台 港股你覺得現在跌到這些水平 會不會說都是差不多呢 如果你說以基本面來看的時候 當然已經去到一個比較低迷的水平 從月線圖來看 現在已經去到2009年5月至6月的水平 當時是金融海嘯的狀況 傾向上來說 1月份稍微跌穿了15000點的狀況 暫時去看的時候 除非有顯著的負面消息 如果不是的話 暫時會再到跌穿15000點的機會 就不是很大 現時的水平就是15500點的位置 我想臨近農曆新年假期 就變成了投資者 未必會有一個很積極入市的意欲 傾向上來說 今個星期去到農曆新年後回來的時候 傾向上來說 都是一個橫行的格局 暫時預計的時候 可能傾向上來說 就會在15200點 去到15800點之間 大概是600點一個波幅區間 所以如果投資者已經持貨的時候 除非看到行資跌穿15200點 否則可以繼續持貨來觀望 至於沒有貨的朋友 如果考慮入市的時候 如果你有耐性等 傾向上來說 低於15500點 也可以入市 否則的話 想著入市之後 就要傾向有更好的表現 等到15800點之上收市的時候 才考慮入市 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 我們談談些 看看用品股 361度昨天出了一個盈起 公司提到盈利 往年增長不少於25% 業績改善 主要是他們的品牌力提升 以及終端零售景氣 以及庫存良性 令到一些部分補訂單 以及營業額 以及毛利率 以及經營日利率 都持續有改善 這就是他們的盈利增長的原因 昨天看到下午 其實他們上午是向下的 下午就一度是倒升 因為他們是中午出的盈利語氣公告 下午升了3%之後 收市升幅就大為收窄 但是始終都看到 因為之前大家對那個體育貨品股 很擔心那個庫存的情況 但是他現在出了公告 其實庫存情況 都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厲害 以及盈利也有得增長 譬如361度 這些確實地出了盈起 昨天也看到有資金流入 雖然升幅大為收窄 但是你看完它的盈起之後 你覺得這值不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甚至是買入 要補充一點 其實在上個財政年度 即是2023年這個財政年度 它不是第一次發營起的 就是中期業績的時候 去年8月已經發了一次營起 如果你看回中期業績 淨利潤的增長大概是26% 所以這次的營起預期不少於25% 都是一個相若的水平 就開始了 你不可怕 你不可怕 我可以看到 你不可怕 你不可怕 這次的營起 這個營起 你不可怕